岩浆毒水来了 糖子果冻奶糖快建房 七 汉堡 你吹牛也不会打打草稿 天上怎么可能同时下岩浆和毒水呢 不去吧 天上真的有岩浆和毒水 大家快建房子躲避呀 妈呀 真的是毒水和岩浆 不是吧不是吧 奶糖 你要是被淹了 不就成炭烤恐龙和水煮恐龙了吗 嘿嘿嘿嘿 你还是烤柚子和水煮柚子呢 哦 他们都在下面建房子 这次奶糖要在空中 建一个钻石豪宅俯视他们 这个高度应该可以了吧 我们先用钻石方块建一个平台出来 这里就差不多了 然后插两个柱子 防止复制方块 这样一个房子的雏形就出来了 为什么先建房子的顶呢 因为这样就算是岩浆毒水突然下降 我们也不用怕 再把房子的四个柱子给完下一下 用玻璃块给封起来 为什么也用玻璃块呢 等会你们就知道了 下面就到装修房子的时候了 不知道 睡袋复制方块能不能复制 好吧好像不行 这里咱们把睡袋和床都放上 到时候想睡哪个就睡哪个 巴西得很 然后在这边再复制一面书墙 马上就要勤迫考试了 我可得严正以待 呃 奶糖 金石爆火脚是没有用的 哼 汉堡 只要想努力任何时候都不会玩 今天晚上我就要悬梁至谷激励我自己 哇塞 奶糖 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啊 因为我爸爸说 数学以为不考到九十分 就要请我是我最爱吃的七笔狼套层 呵呵呵 啊 行 是谁把房块见到我家里来呢 哈哈 这好像是灯灯干的好事 奶糖 没想到年有今天 可恶 我玩迷你世界以来 还没有碰到过 那我这么无语的事情呢 哈哈哈哈 岩浆和毒水一起下降了 哇塞 我的房子 刚好位于在岩浆和毒水中间 这也太好看了吧 小伙伴们 这出去奶糖 为什么墙壁都用玻璃的缘故 既使用 还能看到外面的景色 一举两得 岩浆和毒水的下降 找去房间里 看看按着 我们用玻璃灯 放在市面的墙角 照明 我的房子见好了 去看看汉堡小王子见的怎么样 啊 不戏吧 汉堡 你这间的是什么东西啊 嘿嘿 奶糖 天赋你的论子了吧 这到底是个啥 有没有小伙伴知道